北京时间6月23日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之际 曾指导过《绿巨人2》 《诸神之战》等影片的 法国籍导演路易斯·莱特利尔 携新作同样也是 本届电影节的闭幕影片 《惊天魔道团》亮相上海 路易斯·莱特利尔在发布会上 与记者带来了一段 用纸牌做道具的心灵感应魔术 导演拆牌的准确性 令现场记者目瞪口呆 据悉这部高智商电影 有望在内地上映 导演表示 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都聪明 非常适合观看这部电影 谈及有过一次合作的书籍 路易斯·莱特利尔表露爱慕之情 并向在场工作人员打听 她是否是单身 我爱你 她是超级的 她在《惊天魔道团》工作得很热 她是超级的 她是超级的 她是可爱的 她是超级女孩 我很喜欢她 就是不在卫生媒体 出其他女孩 出其他女孩 我很喜欢她 就是不在卫生媒体 出其他女孩 你很愿意和中国的女演员合作 所有的女演员都可以 越来越做越好 如果她们都像不起一样漂亮就可以了 但我心里会有很多次断 但是我可能要上次很多次 因为她们要多有两个朋友吧